两连升降临 刚刚结束的常规赛大战 胡人最终战胜西部老大绝今 拿下一场非常解气的重要胜利 胡人老大詹姆斯再次爆发 战皇最终十七投十中 三分五投一中 换看二十八分 十一个篮板和十一个助攻 拿到了胡人生涯的首次三双 也是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七十四次三双 今天比赛之前 胡人只有一胜三副战绩很差 而绝今则是四连胜的西部老大 为了给球队助阵 今天民宿科比甚至都来到了现场 在洛杉矶的赏一大领袖注视下 现在的领袖战皇证明了他的能力 詹姆斯上半场就完成十四加六加八 下半场他继续全力输出 最后一截刚开始的时候 他就直接在卖基的掩护下三分标中 带领球队吹响了反击的号角 随后 在张黄的带领下 他的小弟四弟分三打开了 连都八分领到全场 球阁居然出现了哈登市的三分 这只能说明有勒布朗在场 所有人都敢打了 大哥在身后他们完全不慌 果然 战皇也发挥出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欧洲不突破上篮面压打进 三十八点九秒 盖巴尼尔撒苦霸气外露 忽然最终赢球 这场比赛 第一人张姆斯用超级三双正名 忽然的新时代 他就是洛杉矶之王 现在场边的科比也可以放心了